大家好, 今次打光爆, 用的陣是無課金 其實難度不是太大, 因為這關紫色布的威力太高 其實一隻紫色布就已經非常適合, 加上這關因為傳染毒, 其實如果出太多也會糟糕 陣容方面就兩隻暗鬥, 一隻原毒 其實如果現在有狐狸這隻角色, 狐狸其實打這關都很適合, 加上去配合紫色布的加速爆炸 所以其實都可以, 相對上會比較安全, 因為兩隻暗鬥神都會有機會拿到傳染毒 但兩隻就不是太致命, 兩隻其實可以接受 看你怎樣下, 其實可以放一隻穴毒, 一隻狐狸, 一隻暗鬥 但哪隻好用一點呢? 各有幽聯 其實穴毒就勢力, 但穴毒的絕招可以殺到蚊是非常有用的 特別是打尾血, 或者打第二血, 中波士等等 加上是緊要時刻回倒血的穴毒 所以其實穴毒, 你當穴毒是一個保險的一個角色 我個人認為暗鬥神就怎樣都要拿一隻, 因為他本身已經非常大力 加上絕招也挺好用 不錯的, 但缺點就是比較難疊 至於狐狸, 其實你用狐狸就等於讓了他一個絕招 因為狐狸的絕招是 你可以當是黑洞無效化, 但實際上就不可以做一個壓血的用途 所以帶狐狸的有情技爆炸就是配合到 給少數可以配合到紫色布的一個角色 所以如果你的陣 等等, 我看看 所以看你的陣是怎樣組成 如果你有兩隻紫色布的話 我覺得其實配一隻狐狸都可以的 因為爆炸加速是很爽快的 都是要千萬要小心 你用狐狸就等於讓了別人的絕招 如果你沒有兩隻紫色布去彌補這件事 其實就會虧損 狐狸本身不算太大力 不過他也有素雷M 他好砌他有素雷M, 都可以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沒有雷的話 就很麻煩, 也很麻煩 紫色布在這關裡面 假設你沒有任何種子的加持下 一顆雷和一個 一顆雷加速板就可以殺到一顆球 閱讀雙版也是殺不到 因為掃雷也很重要 在這關上 因為掃雷 真的會大力了很多 其實暗鬥神打這些傘 就不一定要加攻板才可以打死 其實說真的, 就這樣載他一下也接近一半 所以其實你有時可以降山, 去撤爆他也OK的 好 OK 然後紫色布就看看 他有一個黑洞在這裡 其實我也不想理他 在打Boss之前爆的那顆球也不是太麻煩 好 OK 很可惜他的屍體沒消失, 所以他的加攻板也浪費了 暗鬥神 這裡就兩下 兩下 兩下其實沒有雷的關 一下就算 下面一塊沒撞到 這隻其實沒有大技 所以你打得慢一點也不要緊 但他復活的那些球 3關就會有8爆, 那就要留意了 OK, 這一下的角度非常漂亮 避開那顆球去爆那個本體 這關其實難度不算高 說真的 我個人建議殺了這隻蚊先會好一點 即是這隻回血那隻 反而那兩顆球有4-5彎 即是一定能殺到的 正常性光碳 哇, 閱讀這下都很大力 你看 OK 那兩彎三彎就危險些 其實也不用了, 因為你已經殺了一隻BOSS 過關 然後這關就中BOSS 好, 這關其實 坦白說,波的位置其實有點陰濕 因為如果你撞了加攻板之後,其實有時你會經過一隻黃線 所以萬一不能撞到加攻板的話 那你就不如直接用體撞撞死就算了 像現在這樣,你不要理會的話真的撞不中 好啦 OK 這個傳染毒一隻就不是太多了,5000 這個回血場是回得頗多的 打中BOSS唯一留意就是下面的倒數一彎 其實那個就是這個防護罩 其實如果你給他開到這個罩,也蠻麻煩的 三下加攻,加一下雷,其實閱讀真的...力度上是差一點的 好,這個罩,其實中間三彎就是他那個放電 他那個電就不是即死的,大約扣6萬左右 你預計扣6萬吧 好,這個非常漂亮,是避開了,你看多漂亮 你看多漂亮,完美的浪費了一彎 好,其實這裡暗鬥神開技了,可以選擇開技 我相信你應該不會卡到撞到那個波上 我相信 好 那這裡強制爆了他的盾,然後就減防 然後這裡就期望這個...紫色布 先向左邊彈 可以三下場,應該跑不掉 K.O. 但現在紫色布的位置都蠻大,蠻西的 因為正常一脫,我建議是向左邊移動的 對,向左邊移動的 這裡其實比較要留意,就是左邊四彎的 其實...如果不要坐的話,其實殺不了 我建議你可以... 做低的話,先做下去 對,趕快搞定這隻 好,接著下面一隻四彎,其實就不用急著殺 特別是現在這個位置,你也很難殺 待會會移動,你現在可以選擇這樣撞三個加攻 如果你撞到中Boss,沒所謂,先殺他 撞到黃就更加好 紫色布 啊,不是這隻 其實說真的,你直接撞一顆波都收起 好,其實也有點多餘 這個動作 你猜這裡向上可以嗎? 我試一下向上,可不可以算不算 這一下 正常是咬到右邊的 然後這樣,嘩,歪了 算了 算了一下 算了一下 這樣留意那個波和黃是重疊加共血 所以其實就... 如果這個時候追擊的話,他應該會很禁 應該 一血有兩顆波,所以你爆一顆是不要緊的 紫色布太大力 如果紫色布三下加攻板撞完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一下秒一顆波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 紫色布就不要亂動 好了,你現在已經除了三個 好了,這回合要殺了,不然開防護罩 這回合正常都殺到 OK了 盡量在黃開防護罩之前就輕鬆一點 暫時沒有什麼難度 好,這關就最好先殺了蚊 我建議先殺了蚊 因為那些波5、6、7其實都頗多時間 好 這一下也不錯 殺波都無可不可 盡量在蚊的右手邊兩彎之前殺了蚊 就直接開幾 其實這一下直接撞一下就行了 他要玩這麼高的難度 動作看 其實不用加攻好像可以殺到 其實就這樣撞都可以殺到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不確定 但撞到一下加攻就一定可以殺到 OK 留意這隻黃還有四彎開防護罩 這裡直接殺一隻 你看到我直接撞下去就完成了 這裡只有兩彎,其實我選擇不理 下彎月毒一定殺到 這裡直接紫色布對黃輸出 傳染毒 這個暗兜神扣22,500 一隻 這一下好玩命 很有信心就撞到那個 很有把握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其實一下都死 為什麼要撞三下 這是一個謎 下上下 就撞到最少兩下 不要貪心 不要硬撞三下 撞兩下都可以 紫色布 不是這個暗兜神 暗兜神 暗兜神 我想要有雷加兩塊板 情況下才爆到 爆不到板 那就 糟糟糕的東西 一血 其實這裡可以選擇 看看如何 不回血,直接打 OK 通常扣完你用完一血技之後 下彎才會放什麼 才會放飛刀 正常就要殺或者回血 這裡我想回血 我打算回血 這樣回血 你看到回復場是加多的 這樣你也有數 贏了 這裡可以拖多彎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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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貪得無厭 YES 然後尾血 建議把人在左邊 左邊 我建議 如果這個貪方便可以用紫色布直接去殺了那兩隻契弟 這裡殺波也可以 因為那兩隻可以交給紫色布打 其他人可以先打死波 有黑洞 但這個黑洞就不怕 因為你先向左邊彈 應該不會入黑洞 應該不會入黑洞 如果進去的話 那就沒辦法 當你自己黑 好 好 直接打這兩隻小怪就可以了 那隻 上面那隻 那隻黃有暗鬥神 大力的絕招在這裡 他正在死 必死 失敗了 好了 暗鬥神 這一下不算的話就大劑 這一下可以扣很多 好了 計計計計計 好 你看到暗鬥神多好用 好用的地方就是大技 真的很高的輸出 那我們來多東西吧 好 那就贏了 沒什麼難度了 因為出了紫色布之後 這關真的 光爆始終逃不出的命運 就是當有色聖寵的時候 所有光爆都很容易打 即是無論伊丁也好 這關也是 所以今次這個無課金陣容就是這樣 其實都不用特地 即是不用硬要加一隻狐狸 這樣打已經很舒服了 如果你要拆的話 三隻極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